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9月18日星期六的限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纽西兰波罗仔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好了 请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宝》 晒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在大概中午时份 我看到有些网友也传过新闻给我看 关于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请辞 也有消息指他已经离开了香港去英国 我看到你的消息 我大喊了两个字 人渣 渣字拖得很长 有人说不行 不走不行 现在这样的环境 怎么可以不走 那些网友来说 不走 那个人才是笨 还是他们当你是笨 为什么我们这么痛恨这些政棍 这些出来搞社运的渣载 他们说的话 说得非常好听 街站 毛哥 随着毛这样算 他最诚实的就是入钱 入钱 入钱 这个蒙兆达就很不诚实了 这个绝对是 他去了英国这一谈话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他都去英国 他是怕什么 不过现在职工盟的主席黄乃元就说 哎呀 不是这么方便评论他的私人事务 哪有私人事务 我们评论一下 没问题的 一点都不私人 这个蒙兆达究竟有什么 令到他会触及到他的神兴 怕得要趕快去英国 会不会跟他之前说的有关 做的有关 但是我发觉有一段声带 他有一次的街站 他说了一番说话 非常慷慨激昂 他穿着那件衣服 就好像啡啡蠍蠍蠍的 就写着三个字 不是职工盟 写着第一排 那什么衣服写着第一排 演唱会 演唱会是坐第一排的 不如这样 我们听听这一段怀疑 触动到他会不会是关于港区国安法 或者怕会不会因为他这次的街站说的 会被人拘捕 而不单止这一次的街站里面 还有他及职工盟 向香港人许下的承诺究竟是什么 大家听完之后 对比起现在又说什么解散 又说要去英国等等 有没有搞错 你还对得住香港人吗 你别以为人们不记得 黄友三分钟热度 不讲深度 他们的记忆都是一样 三分钟而已 除了三分钟放纵之外 他们记忆都是三分钟 我们就帮你蒙兆达回带 你现在是蒙兆达出卖了 蒙兆达 或者是蒙兆达背叛变了蒙兆达主义 好像黄毓民 哈哈哈哈哈哈 鄭松泰说黄毓民背叛变了 背叛变了黄毓民主义 自己叛变了自己 蒙兆达也是 是啊 一模一样 那我们听一听吧 不如麻烦抬摇 好 放暴正 放暴正 拿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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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狗的 放暴正 放暴正 拿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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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笑狗都废了 这就是被受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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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压 thira 教师 correl划在课堂中只讲真相 thara 将被蝕奠教识 function 哈哈哈哈哈 工人要站出来 对抗暴正 ожд太~? 對抗暴正 对抗暴正 你呢avy Joel 我是工人而已 他不用 对抗暴正 他不是工人 有人诉 我们做那么多东西还有没用 政府理不理你 我想跟大家說 今天 我們不再計較 我們說的話 有用沒有用 因為今天 我們香港人最需要的 是站出來 向政權 表達我們的抗爭態度 你去哪裡 向政權說 我們還未放棄 放棄 我們永不不割 他的抗爭態度 你溫服了 現在香港 已經是變成一個 以恐懼管治的城市 恐懼不斷散播 環境再惡劣 職工盟 都會和大家一齊 並肩同行 嘩 我們必須要 克服內心的恐懼 你說的 恐懼是會滋獎 是會蔓延的 蛤 工作撇 撇 回來啊 蒙少達 回來啊 如果我們投降 我們屈服 就會 整個香港 變成恐懼之刀 唯有我們 克服內心的恐懼 守護我們還有的自由 我們才可以撐住 香港今時今日還有的社會空間 這個是職工盟在五一路中節 對香港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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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會和整個公民社會一齊 走在 這條狂戰的第一線 不要走啊 不要啊 第一線走 哈哈 走到 當第一排倒下了 第二排第三排 就會接力抗爭 接力走啊 你不接力的人 願意堅守周卓站出來 就是站在公民社會的第一線 你有你的紅線 我亦有我的底線 你的底線就走 我們一定會和香港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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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一起走 好厲害 說得好 難聽啊 不要走啊 回來了 再一排啊 不要笑得 不要笑得 哇 走得很快 拜拜你的尾巴 哎呀 哇 似乎這個消息相當之見 現在他們的主席 王乃元 就收到這個蒙少達 以這個個人的原因 請辭總幹事 這個位 即日起生效 剛才他說過的話 就每粒字 應該打印出來 全部自己吃回它 還說好吃 還說好吃 好吃啊 很好好吃啊 有沒有搞錯啊 這些人呢 他答應了香港人 說自己站在第一排 他有說的 他有包到一個底線 穿多兩條底褲 底線就沒有了 底褲還有一條 他說 第一排沒有了 還有第二排 第三排 我說到第一排會沒有 那就走 第一排沒了就走 他的底線就是走 他有沒有 算不算說謊 大家自行判斷 對於這個消息 我覺得是一個伏字 對於他們明天 這個叫做 向記者交代的時候 因為明天就會有一個記者招待會 講一講他們的去向究竟是怎樣 是否叫做宣佈正式解散呢 大哥 這個蒙少達 令他們要改名 叫蒙修達 蒙修達 蒙修 很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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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走了 真的 有時候說話 如果你根本就沒有 說話不要說那麼大 說到那麼激昂 其實就是自己也做不到的 要別人幫你做嗎 現在就食言 真的好啊 像剛才那段聲帶 再打出來 印一張A4紙 印一張字 印一張字 全部吞掉 他還說要守住這個承諾 這是他們職工盟向香港人許客的承諾 這一段聲帶 如果明天有機會 記者要現場播給他們聽 你們職工盟向香港人許客的承諾 究竟是甚麼 他們又說 你有你的紅線 意思是你不怕這個紅線 你說你有你的底線 你的底線就是離開嗎 我的底線很小 很近 一下子就碰到了 哎呀過了 我的底線不行了 我要走了 這樣有沒有兒戲少少 我覺得債太離譜了 碰瓷 怎麼碰瓷 精緻碰� 都沒碰到他 那一輛車都沒碰到他 他已經說 哎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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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救命 繼續說回 他們現在說會不會是解散等等 今天羅智光接受訪問時也會說 挺有趣 如果主體局收到投訴的話 就會向一些涉事工會索取資料 再審視一下他們究竟是合不合乎條例 也呼籲工會盡量配合 如果想運作下去的話 就要自己想想辦法 我覺得如果要拿資料的話 你走得正站得正 我不覺得有什麼害怕 要給資料 至於也有傳 建制派近半年都不斷指控 職工盟收取外國組織的資金 蕭澤宜 即是警務處處長 今天早上出席活動的時候 也有回應職工盟的事件 究竟要怎麼看 如果有違法行為 一定會追究 相信這些團體心中有數 強調警方是會依法辦事 這些不是心中有數 其實處長 他們只是心中有鬼 其實是 要走 神經病 我心中有數也心中有鬼 所以先走 對不起 有空過來英國喝茶 走了 說回職工盟是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 並非根據職工會條例登記 成為職工會或者職工會聯會 羅智光也有說 只是一個社團 小小社團 手下組織了很多工會 即是剛才所說 職工會你們日後 不要再靠職工盟 出賣你也有份 你看看 向你許下這麼大的承諾 現在走了 蒙修達 是嗎 是啊 你不應該這樣走 你當初你自己這樣說 說到慷慨激昂 現在一下子就突然就閃了 你置其他會員 或者職工盟旗下的人 於不顧 對不對 是 沒錯 如果他們真的叫做解散 到時大會需要有全體過半數的代表出席 還要得到五分四的成員 以一個不記名的形式 投票贊成才可以正式通過解散 我想到時真的要 他不會出席的了 他沒有了 一定不會了 因為已經辭職了 他沒有所謂的了 已經 五分四的話 也不是閒事 我想100%還有機 真的 你看看現在這樣的環境 現在留不留在這裡 已經是再沒有什麼意思了 你看看 四分五裂的 今早早孟向早晨的時候 我也有說到 他們整個架構來講 核心的那些委員 一個月內走了一半 還要靜悄悄地走 走了之後 說私人你有 大哥 你是代表這個公運出來抗爭 你剛才那段聲帶也說 抗暴症 你不是要抗暴症嗎 要抗暴症的話 就不再容許你有什麼私人理由 你已經拋了身體 拋頭顱灑熱血 你竟然現在坐飛機走 你走 真是狗都廢了 他沒有打算自己抗暴症 他是叫其他人去幫他抗暴症 你去抗暴症 第一排先走 第二第三 他工作就是要不停叫人去衝 自己就縮 就是這樣 我們都要看回一點 有些人說 這麼突然的 一點都不突然 因為現在沒有Law of the Ring 的話 要這樣突然間 突然間 飛到英國 就難多了 除非他去到落地的時候 就是說我現在要來申請政治庇護 但是現在也沒有任何事情 要起訴你 或者要告你 你沒理由拿 我把網絡編輯部這段聲帶出來 你等一等我播給你聽 我播給你聽 我播給你聽 他完全不知道 他懂得聽狗肺聲和飛機聲 即是證明了一件事 這個人已經一早做好了準備 申請了BNO簽證 而過去英國 絕對是 一早就買好機票 對 申請好那個簽證 正啊 通過了之後 就趕快去跟那些人辭職 說不定 可能已經較早的時間 已經是叫做批了 只不過等待一個時機成熟 當這個開花結果 果實就快點 可以吃了 熟了 吃得了 樹上熟 正啊 接著就馬上跟主席說 我先走了 拜拜你條尾 那就走了 似乎是這樣的吧 我相信是 不過你說 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違法的行為呢 以目前我們可以知道的資訊 職工盟好像沒有做過什麼違法行為 實在有 不過我相信警方是會查的 就是這件事 除了這件事 我們看見這些 呱呱吵這些 但這些是否構成違反港區國安法呢 我們不是身在核心的內圍 所以可能不覺得 怎麼會帶你 但在他的角度 就不是這樣看的 你看看 整個李卓人 你看看他 現在一樣多多一樣 階下層 最近在支聯會那裡 也牽涉了一件 叫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為什麼突然間有些什麼文件 有些什麼什麼 牽涉了 這個職工盟 那怎麼辦 如果是死的 怎麼知道你會不會燒我們 李卓人 你自己屎好了 你在支聯會那裡 我們不要管 職工盟還我們職工盟 不過到時候 攬炒物在職工盟那裡 就糟糕了 那是否要先走 還是要先過BNO組家 等風聲沒那麼緊 如果回到你 再補回做第一排 那行不行呢 這就是一件事 那也證明了這群人 他們應該早有預謀 現在BNO簽證 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走 會不會有陸續第二、第三、第四個呢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喂 你第一排走了 那第二排呢 來咯 走咯 其他的跟著走 這樣也挺好笑 不奇的 走就走咯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散碎是散碎 但你可以看到這群人 他們是誠信如無物 說過一句話 我現在吃鬼了 說到大一大 不要說到那麼大 康暴政 所以那些黃人不太相信這些垃圾 真是垃圾 真是垃圾 怎樣了 真是可憐 真是 我真是不懂得說 喂 為什麼那些是五白癡 還跟著說 康暴政 五大叔扣 廢話 他們說的不會做的 蒙少達這次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蒙少達只是這樣 但那時候你不是的 不斷騙他們 職工盲 說得好 李卓人我支持你 原來是這樣的 最後只剩下這樣的東西 唉 還支持你幹什麼 其實跟你說 我什麼第一排 什麼承諾 我們新鮮市桌 全部都不會的 是沒有的 不要傻 衝著你衝著 就像社長所說 那個肥仔為什麼賴了尿 被人捉住了黑暴 就是這樣 他以為自己 那些人會跟他在一起 是吧 如果當初信過這些人 說過的話 我覺得不要緊 現在大家可以知道 他們本身的為人是怎樣 真的是 吃煙就當吃生菜一樣 你說 敵然多於你吃米 吃煙 不是吃煙 我們經常說 吃煙多於你吃米 這些就是吃煙多於你吃米 沒錯 信他真的 信他又要住倉底了 不是煲底 倉底 好吧 我們接下來看看 明天職工盟 究竟會怎樣做好嗎 好吧 暫時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